大口咬下 甜蜜的滋味让人感到幸福 这款猫空与迪化两大商圈 联合推出的铁观音共糖鸡蛋糕 让台北市政府裁判局长陈俊安大赞好吃 我们本来铁观音的内馅是在我们鸡蛋糕里面 但是我们今年不一样 就是我把它的共糖包在我们鸡蛋糕里面 然后把铁观音的内馅把它挤在外面 变成sauce的概念 然后再撒上一些那个共糖的碎碎 所以这样子就非常的有味道 然后再搭上我们的铁观音奶茶茶豆奶跟清茶 对这样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还有40商圈的飞机饼干蜡烛 主打童年情怀也很吸睛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次的主要主题就是时光的旅行 那所以说就是想说有一些复古的元素 那就是觉得小时候的这个小飞机 其实真的童年的回忆 对所以说就这一次把这一个活动 这个小飞机把它放在里面这样子 第八届台北商圈嘉年华台北生活季 将从9月29号到10月1号 在花博公园热闹登场 由27处商圈75摊特色店家 带大家一起感受属于台北的经典与潮流 商圈嘉年华从105年举办到现在 我们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突破跟创新 那其实这几年下来我们发现过去商圈往往都是单打独斗 那现在既然我们有了商圈的嘉年华活动 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商圈彼此之间 能够有一些异业的结合 去提高商品的特色 去创造不一样的讨论度 所以今年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发想 比如说刚刚大家在会场上看到的 把传统的贡糖跟鸡蛋糕 还有我们猫空的茶来做结合 变成一个很特别带着茶香 贡糖香的一个鸡蛋糕 就透过这样不同的异业的结合 去赋予传统的商圈的特色的产品 有更不一样的新的氛围 那去增加大家的讨论度 也增加市民的新鲜感 延续去年广受好评的做法 商圈业者开发出13款中秋主题新品 及3款一夜合作商品 邀请民众纠团来尝鲜 除了把商圈的特色各自来呈现之外 我们还特别的辅导 让商圈透过他们的一些 呈现出来的商品的特色 我们协助他把它做一个整线 那特别我们还帮他协助开发 一些商圈的一些新品 那这里会把本来商圈的特色产品 更加的一个凸显出来 那也有跨商圈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的新品跟相关的一个 整合的一个跨域的一个合作 那总共呢 以新品来讲 跟我们的各个商圈的合作 有达到13项的比较之多 那更有一些相关商圈的一个特色的呈现 这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现场来欣赏 9月30号 还有一日限定的时光星空野餐爬活动 现场可欣赏三米高 巨型月亮造型气球 及精彩的音乐表演 让参加民众在月光映照下 感受隆隆的佳节气氛 今年的商圈嘉年华呢 也特别推出了一个时光的一个星光的野餐爬 所以呢也欢迎民众呢 可以先到我们台北市的一个商业处的粉丝页里面 可以看到报名的一个资讯 那当天晚上 就是我们中间晚上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可以在现场可以报名成功之后呢 也可以购买到我们所有的商圈的一个新品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享受到 只要一个野餐爬里面就可以有活动 然后也有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新品 甚至还有一些音乐的表演舞台 在当天的下午呢 就有一个野餐的一个氛围 那可以欣赏到 除了星空的月亮之外呢 我们现场还有一个三米高的一个月亮 可以带大家一起来 共同欢度 活动期间还有风辣制作等12种手作DIY 民众只要在活动现场达成指定任务 还有总奖值超过300万的现金抵用券 iPhone14及PS5游戏机等大奖等您抽 邀请民众中秋年假到原山花博公园 体验台北商圈的无穷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后面 来戴帽子